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 今下,NBA休赛期的绝对焦点,当属凯文杜兰特,距离7月1日,其向蓝网提出交易申请后,已经过去了一月有余,北京时间今天凌晨,杜兰特再一次向球队,重申了交易申请,这一次,更是夸张的,直接找到了球队老板蔡崇信,而这份最后同叠,更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。 相比起此前申请交易,除了杜兰特,直接找到了老板蔡崇信之外,更是告知后者,需要在他和球队经理马克思,以及主教练那时之间,做出选择,这无疑是在逼供老板,不得不说,杜兰特,可谓是做到了打工人中的人上人。 可随后,蔡老板,在其社交媒体的发文,做出回应,那叫一个人,恨话不多。 他表示,我只持我们的管理层和教练组,我们会做出,对蓝网队而言,最好的决定,一言即出,势必已经致命了,将要交易杜兰特的决定,因为这一事件,如果处理不当,被球员牵着鼻子走,那就要彻底失去对球队的控制。 不得不提到的一点,蓝网,是上赛季季后赛,唯一一支,被横扫的球队,虽然输给了最终的亚军,可双和带队,在首轮就被横扫,让杜兰特备受争议的同时,其本人,也看不到任何希望。 但蓝网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,在外界看来,都是杜兰特一手造成的,借故阿特金斯,迎来史蒂夫那时,四年四千万千下小桥丹。